为了让民众家中尚可以使用 但却用不到的物资可以永续利用 新美式环保局发起二手意卖活动 将在11月25日登场 芮芳地区目前已经募集到500多件物品 当天意卖所得也将全数捐作工艺 清洁队也呼吁民众将家中用不到的东西捐出 一起做爱心 年末将近如果家里有清除不需要 但是尚勘用的物资 民众可以送到清洁队还能做爱心 市府环保局将在25日在新北市民广场 举办椰蛋环保挖宝去跳蚤市场 而意卖所得将纳入新北市幸福保卫站专户 兼顾环保与爱心 二手物资让爱无限循环 新北市椰蛋环保抓宝去活动是在2526两天 下午2点到8点在新北市市民广场 目前我们环保局累计的物资 超过5000多件有电器 脚踏车等等 那我们瑞芳的市民也共襄盛举 爱心不弱仁厚 目前我们已经累积到500多件 瑞芳区清洁队表示环保局提供一个平台 让资源达到共享再生 希望民众不仅可谓家中被遗忘在角落 但却又舍不得丢弃的堪用二手物资找到新家 也可以在活动现场用低价买到所需要的物品 希望明天还是最后一天 我们的瑞芳市民呢 赶快献爱心哦 把我们的物资拿到我们瑞芳区清洁队来 那我们会再次的整理 那这两天的拍卖所得呢 我们将近幸福保护站 然后来帮助弱势的儿童或团体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做环保 求好康献爱心 让地球更美好 清洁队进一步表示 感谢瑞芳民众热情共享盛举 目前已经募集500多件物资 明天还有最后一天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募集物资包含外观及功能均良好的玩具 衣服包包书籍小家电小家具及脚踏车等等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